马国金马伦高原部分地区昨天起进入加强版行动管制令 导致了当地生产的蔬菜产量大减 受访的本地蔬菜进口商表示 今天送底的金马伦蔬菜少了一半 巴刹售卖的四五种蔬菜涨价约两三成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金马伦高原所出产的蔬菜有将近六成 透过甘板拉热区运往各地 周一起这一区的农业活动暂停 有本地蔬菜批发商表示 今天进口的蔬菜少了60% 业者表示尽量维持批发价的稳定性 新加坡果菜初度口商工会表示 超过一半来自金马伦的蔬菜供应受影响 番茄是最缺货的蔬菜之一 新加坡的进口的番茄应该有90%以上 都是金马伦高原来的 没有受影响的那一个区域呢 大家都往那个地方去抢货 虽然说价格尤其的 但是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很快的从别的国家调货过来 巴沙的摊贩表示受影响的蔬菜平均涨价两到三成 供应蔬菜给巴西班让批发中心的一名金马伦菜商表示 在新措施落实之前就已经采取应对措施 马国媒体报道 当地菜农总会促请政府放宽农耕活动 以免影响蔬菜供应链